比如我们现在出家 几十年前谁知道要出家 谁知道要去极乐世界 早就准备好在那里了 在我们祈求之前就已经主动给我们了 比如我们给别人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里面就有极乐世界 就有往生就有成佛 什么就在这里面 一整盘送给他 但是对方还不知道 更不像人想祈求 他哪里有主动的来请求过来求法呢 没有的 甚至给了他他也不知道 他不愿意听 所以只好讲吉祥 讲感恩 讲这些 你给了他不愿意听 哎呀 今早上就碰见一个和尚 给我念就阿弥陀佛 真倒霉 所以众生就是这样 遇事颠倒 那么这个时候 佛就已经主动的回向给我们 布施给我们 在这个世间 有谁能这样做 又说呢 如纯孝之子爱敬父母 阿弥陀佛是成佛 这样的资格 这样的地位 这样的功德圆满 然后他对我们众生 怎么讲 他像一个纯净的 毫不伪失的孝子 对待父母一样 来对待我们十方众生 是以佛的资格 把众生看作父母 像大菩萨这样的身份 来对待我们 怎么样让我们 怎么能让我们不感动 最如纯孝之子 爱敬父母 又说呢 余主众生示弱自己 把众生看得跟他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同体大悲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的业障 就是他的业障 我们没有处理生死 就代表阿弥陀佛 他自己 要处理生 没有处理生死一样 他一定要救助我们的 所以毫无疑问 我们欠众生的 轮回的 所有的业 罪 所犯的这个过失 那阿弥陀佛呢 都要无条件的 带我们偿还 所以这里一句话呢 也非常好 那我们再大的业障 在阿弥陀佛的 功德大宝海当中 也就如同沧海之一地而已 所以不用担心 业障 业障是很大 尽虚空不能容受 但遇到阿弥陀佛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当下消除干净 那么设的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 设计 就好像我们现在建楼房 你要一个设计一样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院 每一条院的开头 就有四个字 受我得佛 那他也是一个设计蓝图的 这个设计蓝图 也是三方面 一个设计他成为怎样的佛 第二个设计他的净土 是怎样的殊胜光严 给众生怎样的利益 第三个是设计 我们怎样去往生 往生的这个道路 他都必须设计好 那么设计好之后 他就按这样的设计的蓝图 再进行照在影节的修行 这个设计就是我们 好像设计图纸一样 经过多长时间设计呢 五节思维 那么修行就等于 我们把这个图纸 建房子建好了一样 就照在影节的修行 他设计这样的图纸 建设的房子 其实按照图纸所设计的 那会变吗 不会变 他设计这里有个水龙头 那一定有个水龙头 对不对 那设计这里一个楼梯 一定有个楼梯 所以法藏比丘 他设计的什么样状况 他成佛之后 一定是按照这样的路线 来完成的 所以他设计 怎么样成为怎么样的佛呢 要成为一个光明无量的佛 那现在他成为光明无量的佛 他设计成为寿命无量的佛 那现在他叫无量寿佛 是近虚空变法界 彻未来际的救度我们众生 这样的佛 他设计要成为一个 十方诸佛 称阳赞叹的佛 那现在呢 他成为这样的佛了 十方诸佛都在赞叹 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个是按设计路线来的 那么他设计的净土呢 是没有三个道的 现在这个净土有三个道吗 没有 他设计的净土是无为涅槃界 那现在这样的净土呢 就是国如离环而无等双 设我得佛国土第一 是无为涅槃界 那既然是无为涅槃界的净土 一旦往生到这样的国土的话 那就自自然然成佛的 不加任何丝毫勉强造作的 因为这设计好的 按照当初的蓝图所设计 形成现在这样的结局 是自然而然的 好了 那么设计我们怎样去往生呢 就是第十八月 设计我们 只要念佛乃至实念 你就往生的 你知心心乐 预送我国乃至实念 你就决定往生的 这设计好的